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9日 星期四 有一宗香港的大事 一定要說 後任的香港行政長官 李家超 李公公 他原來三度遲交了選舉廣告的支持 同意書復本 違反 選管會的指引 他昨天入稟了高等法院 申請豁免罰款和刑責 我覺得 作為香港的後任長官 他的做法 是在玩弄法律 而且 不尊重法治 如果根據現在他們所說的話 國安法行穩致遠 使得香港越來越好 香港的法治也得到 堵塞漏洞 李家超公然 犯了法之後 利用法律的方法 法律的程序 去申請豁免罰款和刑責 你想想 如果是任何的法官 敢不批准呢 他是否利用他 後任特首的身份 使得法官或審批的司法人員 是不敢對他 作出一個重判呢 因為這件事是違規 而且是三度遲交 這個問題就很嚴重了 為甚麼三度遲交呢 根據香港 法例 例如你如果不交差響 第二次罰Double 然後就再Double上戶 還是第三次罰10倍 我印象中 好像是10倍 第一次罰50元一倍 被罰兩倍 第二次罰10倍 李家超一定是負責任 如果 Blind 如果沒有負責任 他根本就不可能做這個職位 因為他犯了中國的黨紀國法 現在中國要推行依法治國 有法例 你現在犯了法 藍絲經常說 不理你做甚麼 犯法就是犯法 任何人 都不可以有藉口去犯法 是不是包括李家超 除非你說 犯法不要緊 任何人都不可以犯法 除了是李家超 除了是特首 除了是高官 除了是警察 我覺得 真的要跟大家 嚴格 清楚分析 說清楚為甚麼 李家超是要負這個刑責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根據入品狀 李家超在4月10日、12日、17日 即是他參選行政長官選舉期間 沒有按照選舉程序的規例 在發佈選舉廣告後英國工作天內 向選管會提交選舉廣告的支持同意書副本 要求法庭會免他沒有遵守規例的罰款 這個我覺得是不行的 你犯了法 法例是如此規定的 你身為 一個特區之首 你身為整個 香港的特別行政區的首長 你怎麼可以帶頭去犯法呢 你怎麼可以帶頭破壞法治 淺踏法治呢 是不是 每個人都可以是你不行的 你這樣做以後 誰會再遵守這個法例 誰會再說出來執法的人 任何執法者 我覺得都沒有資格再執法香港人 因為 以後警察 以後的法官 以後的司法人員 沒有人有資格執法 因為你身為特區的行政首長 最高的香港長官 你竟然帶頭犯法 而要求法庭豁免不罰你的錢 不用你坐牢 這個我覺得是十分之嚴重 是對香港基本法的踐踏 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踐踏 甚至乎是對共產黨的 黨紀國法的侮辱 公然污衊 這個黨紀國法 我們當習近平真的是倒台 但是 黨的法例還在 黨紀國法沒有倒台 現在的中國政府 也要求 依法治國 有甚麼理由你是香港 你還未上任 已經是要求走後門 要求 法官放你一馬 放水 這件事說不通 我認為 李家超應該撤銷 日品狀 承認罪案 然後 要求判判刑罰 半年 罰五千元 當然他三度的 應該把刑期根據差響的罰款 按照罰 第一倍 第一次是 雙倍 然後再雙倍 還是三倍 然後最後是十倍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是十倍的選項 如果你是雙倍 雙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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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差響法 根據差響法 根據差響的罰則 李家超就應該是罰款20萬 以及監禁20年 現在我們也覺得算了 你竟然要做行政長官 給你優惠 打個折頭給你 罰你坐六個月監算了 後面那些不算數 當是益下你 他 作為這個香港特首 其實應該是以身作則的 有甚麼理由你自己帶頭犯法呢 如果香港的警察不去執法 以後你還有甚麼面目 還有甚麼資格去 拘捕其他人呢 你們犯法的帶頭 你竟然沒有人執法 你們是吃屎的 出了些糧 你雖然 現在沒有人 你不當納粹人是人啦 納粹人已經是狗啦 沒有所謂 但是 你也是出工家糧啦 是不是要做些事啊 是不是不執法啦 現在你看到一個犯罪人 一個犯罪分子 公然的 挑戰法律 踐踏法律 無視這個法治 無視黨紀國法 竟然 可以逍遙法外 我覺得 李家超應該是服刑 復刑完畢之後才出來 復刑完畢之後才出來做特首 所以 他應該豁免的 是 沒有案底的問題 因為你如果坐半年監就有案底了 坐過監就不能做行政長官了 因為區議員也不能做行政長官 不過 我認為你應該特赦他 他應該先行自首 然後就特赦他 特赦他就好似 不用他就把職位吐出來 因為沒有人做了 當然梁振英不同意 梁振英很想做 因為 你們不斷強調 尤其是你們警察 天天出來說犯法就是犯法 沒有人可以例外 沒有人可以逍遙法外 既然是這樣 你們 沒有可能 由一個警察 出身的 這個行政長官 竟然帶頭犯法 竟然 無視香港的法例 我覺得這件事態很嚴重 是不是 如果 他不是去 親自 服刑 這樣是沒有辦法 服眾的 起碼梁振英不服 我覺得梁振英不服 張志光不服 所有梁振英的人全部都不服李家超 包括林鄭月娥也不會服 所以 我也覺得這件事真的很嚴重 或者 我們 重慶 因為我們始終都是相對溫和的 我們想一些接衝方法 根據 這個 我記得以前 法國的騎師 好像是 犯了法 他是要坐牢 但是跑馬他可以申請出來 跑馬他可以申請出來跑馬 我有印象史毅力 好像是一件事 他是要坐牢的 但是 是可以坐牢 出來騎馬 跑完之後就回到監獄 我覺得李家超 也可以考慮這個模式 你也要 行政長官 到時要慶回歸 要上任 你現在乖乖是服刑 到了7月1日就出來了 然後 去慶典 酒會 完了之後又回到監獄 直至服刑完畢 行為良好 你在裡面 做好一點 藤纜就積美一點 信風就接齊一點 我覺得 這樣才可以令人服眾 我們也沒有所謂 我們也沒有所謂 我們也不在香港 但是香港有很多人看著你的 起碼你要向梁振英交代 起碼你要向林鄭元昂交代 一生人 奉公守法 除了在街邊給500元黑衣那一項 事件犯罪之外 我想她也應該沒有怎麼犯過香港的法例 照計 你竟然是一個 犯罪分子 去做下一任特首 接了林鄭月娥的位置 你竟然是自發犯法 自己還要 去豁免入品法庭豁免你 恐嚇法官 誰敢不豁免你 這件事沒得算數 起碼 林鄭月娥要出聲 要求她去服刑 梁振英也是前特首 你竟然是有話語權 你應該出聲 梁振英 你應該出聲 梁振英 是不行的 一定要 我們一時同日 總之 犯法就是犯法 一定要 成之以法 這次時間先講到這裡